没有老旧的大楼呢 这个外面的瓷砖脱落的事情 这几天也是一再的发生 台北市呢 另外这一栋乌龄超过20年的大楼 就是外墙的瓷砖松落了 然后他就松动会脱落 只能像不定时炸弹 附近的人走在那边呢 你真的不要当低头族 在那边划你的手机 要当抬头族 不然的话小心祸从天降 台北市长郝鲁宾昨天就宣布了 要进行台北市大楼全面的体检 只要你是乌龄超过30年的大楼 都要列管 如果有瓷砖掉落的情形的话 限期要改善 不然要罚6到30万 你也可以去检举哦 如果检举成功 最多也可以获得15万的奖金 用竹竿情形一波 瓷砖整片掉下来 虽然周围拉起黄色警戒线 但民众如果这里 要是一个没注意 可能会被这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砸得头破血流 不关系都会丢丢落 不是说不是说要落 屋龄20多年的大楼 一楼是生鲜超市 三楼是领域活动中心 六楼还是重度商产养护所 人潮进出频繁 但外墙瓷砖松动 简直就像不定时炸弹 这个事情是三年以上是有了 但是当初脱落的时候 也差点打到路人 危险建物 闲置两年多 没有人来处理 也让附近住户很不满 我们已经有勤厂商会进驻 来做一些相关协理师做 堂堂首都却接连发生瓷砖商人事件 台北市亡羊补牢决定明年初开始 进行老旧建物大体检 屋里超过30年的大楼都要列管 如果有瓷砖松动情形 限期一个月内改善 运期未改将开罚最高30万元的罚金 民众透过1999检举 要是围漏被开罚 检举人还可以拿到最多15万的奖金 如果是有大楼外墙瓷砖剥落 伤及路人的状况的话 那当然今晚初会依照规定来开罚 被市府大动作 就怕再传出天降瓷砖炸伤人 让台北成了危险之珠 记者张凯亮 李贯志台北采访报道